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专业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树芬 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台湾是一个四面临海的岛屿 所以大家一定有坐在岸边 看海浪七七复复的经验 大家是不是我曾经想过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参存在潮起潮落 有时快乐 有时痛苦 当无常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才不会陷入人生的低潮 今天阿富美与大家来去王公渔港 谢谢住在这里的庄秋霞师姐 在四年前秋霞师姐故乡的亲人 半年里有四位亲人一一往生 面对这些无常 秋霞师姐没法接受 几乎得了忧郁症 苏姐回忆起那段时间 她说那个时候 生活来很艰苦 对无常的恐惧 真的不知道要对谁说 到底苏姐是如何来面对 丧失亲人的伤痛 走出人生的低潮 现在就关键第六分 到底能来设置 到底王公渔港的庄秋霞师姐 对王公渔港的庄秋霞师姐 有没有看到 听到声音没有看到 请索太后吧 都听惯了 我聽那個聲音 什麼意思是不是 什麼意思 就是聽那個聲音 就知道這一半要回去飯盒 你為什麼還要去飯盒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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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样子的一个奉茶的一个感觉的话 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正式 过去三年半的时间 秋霞师姐每一星期都会来彰化分会学习茶道 但是从今年开始 她有一个新的挑战 要成为茶道的助理教师 以前去是没想说会买到很深入 就是感觉说去那放松就好了 而且李老师说叫我去交入茶道的种子以后 才知道说以前能够聋那么多时间去 现在才开始要认真 越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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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他每次上那個親子茶道班 他每次那個上後工作都是他 他都是最早到然後最晚走 所以每次跟他合作的師姐都最放心 他是那個靜靜 永遠都是靜靜的在做 不過我們都在旁邊默默的看他 然後就申請一份要向他學的心 我覺得這個在這樣子的團體裡面 有人能夠這樣子默默的在做 默默的在付出 而且能夠縮小自我這很重要 這個真的很重要 看他就覺得好像在看以前在澎湖的 在我們那種看他 那般廣橋就好像澎湖的 跨海大橋一樣 在澎湖也是一樣 跑到屋頂就是看了 也是那種 一般跨海大橋這樣 回去啦 那心情就是很正的就對了 很輕鬆啦 什麼呢 就是覺得很放鬆 煎湖的放鬆魚 好像就以事無爭的那種 那種澎湖的感覺 爸爸 爸爸 媽媽 四年前在很多時間裡面 秋霞師姐媽媽 姊姊 大姐 大哥 接著發生意外往生 以前作惠行外的記憶 現在環島回來 變成沉重的負擔 就想到說以前 那時候很期待 回到朋友 每次回去 就很高興啊 如果要回來 爸爸還是 爸爸沒去 爸爸之前有的時候 都給他送到紀錠 啊 東西給他看一看的好 夾夾的好 要再坐公車回去 爸爸沒去 換我哥哥 也是一樣 教這個情形 這樣 把他送到紀錠 啊 就是有 有一點感傷啦 現在要回去 就都沒有了 現在啊 現在的 也是很期待要回去 但是情形都不一樣 回去只是喪心而已啊 師姐 師姐 那個姓名最低潮的時候 接觸到茶道 那個茶道中 每一個步驟 與動作 都深深 安穩住他的身心 你去坐茶道 你心 心就中了 不會起伏這樣子 心不會起伏 就是那個環境 還有那個意境 就讓你覺得說 又聽到那個音樂 你就 心就一直 靜下來 不會浮躁啊 我們已經把所有的同學 都當作是很 少一個都不行啊 你如果要切課不行 就一直 不叫你不可以切課 就對了 反正你如果說 這句說 最好說 我沒有要學了 反正就有一些師姐 又去引導 哭哭的 一定又來 有很多師姐 都很年輕啊 但是他們有時候 聽起來 大家都 很多人都是 癌症 不管是什麼癌 但是他們外表也是都 很開朗 你如果他沒說 你也不知道啊 後來聽一聽 很多人都有 不是病痛 就是家裡有 有巨變啊 所以 有時候聽起來 也不一定 我們最不行啊 所以 這樣就慢慢會釋懷 你也會不會釋懷 雖然師姐 常年的學習茶道 但是對俗藥動作俐落 工作出眾的環保工作 也很有興趣 現在他們每一天都來環保站 可以說是方園環保站的固定班底 快點啦 發生就差不多 這好廖師兄發課課 廖師兄發課課課 廖師兄發課課課 你先試試看 有什麼這回收的 他課課課 叫他做魚生啊 這過期魚了啦 這過期魚了 你還沒吃的 這沒吃的 說真的有蝶 上面有回收 你們都都是啊 你還沒吃的 你還沒吃的 等一下人家都要吃飯 我沒有菜就很多 你不要讓人招 招 你要改掉 現在就是環保站 環保站 大家要擔心做 待會兒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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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吃的 就是有一種 以前在澎湖 吃不是很好 但是大家都很高興 那種家的感覺 快點啦 師姐 師父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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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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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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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豆 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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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我都炒大杯 小杯 我這個 我這個比較沒人聞 我都炒大杯 我爸爸媽媽媽在色的 在色的 這炒豆 從這隻小杯 這如果吃飯 我都想不到 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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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要吃飯 要吃飯 餐廁 做三菜 做三拳 第一口 新花好願 新花好願 你現在開始 大家一個發一個好玩 發一個好玩 對 快點 發…好玩 你… 好玩 好玩 每天都來 你快送完 你快送完 對呀,你要用大杯妙定 我用大杯妙定 你用大杯妙定 我用這個大杯 對,用大杯妙定 好啦,你要大杯妙定 我這個大杯妙定 大家花花花,她很環保 身體減減空空 她很環保 她很環保 口梳好花 口梳好花 要說一句好話 口梳好花,我沒有帶你 鐵井思維 看那裡,那裡就叫 鐵井思維 改變自己就是 善待自己 改變自己就是自救 改變自己就是自救 好,要把你帶走 還是記得 秋夏師姐結婚以後沒幾年 為了生活的原因 她跟她的生心 許坤堯師兄 開始從事養豬的工作 第33隻的小豬 開始養 上水的時候 要刺到三四親家 也去高等的治療 修立非常好 不過秋夏師姐 接受主桌之後 心管來 要經常有一個念頭 就是想要放棄起滴 專心來跟隨上人的腳步 但是一想到 這是屬性 分到在20年的事業 還有生活的重心 屬性有可能 來放棄這份事業 秋夏師姐的故事 會按照轉變 我們現在就繼續靠下去 像現在就是在人工受精 現在操作就是這樣子 用人工受精管進氣 現在用人工受精 那個受音率比較高 比自然配種的受音率高很多 所以現在 已經完全大部分都用人工受精 很少自然配種的 這是今天剛禮乳的 母豬生 代幾隻小豬 看那個乳頭就知道了 現成有幾個乳頭 就知道他代幾隻小豬 是斷奶嗎 斷奶斷奶 鯉乳就是斷奶 這一處 其實就是產房 三房 生小豬的地方 他這個都生一個禮拜左右 母豬如果 114天左右 之前一個禮拜 就趕進來了 四五天 他有照紀錄 他有紀錄 他就趕進來 他就生了 114天左右就生了 吃奶啊 打架啊 玩啊 睡覺這樣子 他就一直打打 對對對 那裡面就打 打飲的人 就是吃那個最 奶最多的那個 不要前面的乳頭 不要乳汁比較多 他比較長的比較大 比較後面一點的 他乳汁比較少 他長的比較小 小一點 有的差很多 你如果到28天左右 有的一隻兩隻大 有的影響 也會 昆瑤師兄 經營養豬場二十年 可以經營到很成功 對當初 吃三十隻豬 到後來四千隻 又去高棟新的豬療 不過 自助師傅接受很多後 受到富豪的影響 他開始希望孫兄 可以奉起這個豬療 你才知道他要穿什麼 看你身材 像這個 這有一個比較瘦小的 就這樣 穿這種 他七八成新 比較清潔的 像這個就可以 他們 有的身材很瘦小 有的很胖 有的 胖到一百三十公斤 左右的 他們衣服還找不到 那怎麼辦 他就是 找適合的 你看這個褲子那麼大 還不能穿 他那個 卡上來 那種 養護中心卡上來 他說 有你們這裡的莫名人 我說 有的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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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來櫻桃樓 他去櫻桃樓 我也覺得很抑鬱 一直沾過來 好 後來我回來就我給他 他怎麼看得到 他說 你去櫻桃樓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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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叫你當時去上班 他說 很熟 我覺得很意外 好 那時候 當我收起來的時候 我師兄 確實我是 他 其實那時候 覺得不知道要怎樣 我自己也覺得很艱苦 覺得說 一行頭樓這樣 這樣收起來 他怎麼感覺 剛開始好像 比較不會去找朋友 有那種感覺 但是 那時候收起來 那時候我建議 我也 沒想要再敢 給他提起這個事情 就收了就收了 本來就是 本來他出來的人 都叫他寇桃樓 現在為了我建議 我建議 我建議 你大傻人 就不美 就想要他 已經毋成了 他就不美 他都會有一點 但他就不美 他怎麼會 他會很美 他已經治療 他就不美 做一些管理完的工作 他負責協助院友 從事一般的日常生活 像是照顧動物、拔草、挑菜的工作 拿出來拿去 拿出來拿去 走 這樣擠等於是為他好就對了 對 不擠不行 不擠會太脹 他會流浪花園 小羊在一兩個禮拜以後 那邊的奶會吃不夠 一定要吃去捏 一顆的奶都擠了一堂 兩碗兩碗 最近我看他做的做得很開心 每天五點 我早上五點發去 休息他也走 我說沒有你吃的 應該是他們那邊 那個病患有的會對他信任 他已經有給他 他有那個責任在那邊 来 来 来 生老病死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面对的人生关卡 在什么时候来 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可以准备好 有病重心 相信在面对无常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坚强 现在想起来 转身在养护中心上班 数借每一天 临近在做几天 老婆两个人 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后部帮人 秋霞世界 冬初一份对家人的悬念 现在也已经化为 对往生亲人的无限祝福 草根菩提 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彼台后一次 有更多爱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导致来婚姚 草根菩提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